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入一场舌尖上的冒险 介绍两道令人垂涎的美食和一系列能彻底改变你厨房生活的小技巧 首先,我们将揭开Salvatore Calabrese的辛辣五十鸡尾酒的神秘面纱 这款鸡尾酒融合了香草福特加、接骨木花糖浆及新鲜清明汁 最后还加入了红色小辣椒 让你在每一口中都能感受到层次分明的味道 想象一下,当你在派对上端着这杯色彩缤纷的鸡尾酒 无疑会成为众人的焦点,并引发一场味觉的交响乐 接着,我们将为您介绍拉夫尼特吉尔的苹果和肉桂煎饼 这道简单却极具奢华感的料理 让每个早晨都充满了愉悦的气息 这些煎饼外脆内软,搭配枫糖酸奶的完美组合 让你一口接一口,忘却烦恼 此外,我们还将分享22个厨房小技巧 这些技巧不仅能让烹饪变得更加轻松 还能让你的厨房效率大幅提升 从快速去除草莓地到保持冰箱清新 这些小秘诀将帮助你在烹饪的过程中享受更多乐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纷繁多变的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生活中的一丝意采与愉悦 这一周的特稿 我们将带你进入一场味觉与技巧的探险 从Salvatore Calabrese的辛辣五十鸡为酒 到拉夫尼特吉尔的苹果和肉桂煎饼 再到让你厨房生活变得轻松愉快的22个小技巧 这些精彩的内容将为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无限的惊喜与愉悦 Salvatore Calabrese的辛辣五十鸡为酒 舌尖上的交响乐 想象一下在伦敦的酒吧Velvet里 灯光柔和 音乐轻柔 你手中捧着一杯鲜艳的鸡为酒 这不是普通的饮品 而是由Salvatore Calabrese精心调制的辛辣五十鸡为酒 这款鸡为酒的魅力在于它的多层次口感 每一口都让你感受到不同的味觉层次 甜美的香草福特加 接骨木花糖浆的花香味 最后是一丝丝的辣味 无不再刺激着你的味蕾 材料清单 一人份 五十毫升香草福特加 建议使用Stoli 十五毫升接骨木花糖浆 十毫升蜂蜜糖浆 建议使用Monet 两片红色小辣椒 十五毫升新鲜清明汁 一整根红色小辣椒 装饰用 制作步骤 一将除了装饰用的辣椒以外的所有材料 放入装满冰块的咬酒器中 二用力摇晃 让所有成分充分混合 三将混合好的鸡尾酒 过滤到一个冷却过的鸡尾酒杯中 四将整根辣椒切开 稳稳地放在杯边作为装饰 这款鸡尾酒的制作过程充满了乐趣 咬酒器在手中摇晃的时候 冰块碰撞发出的声音如同一首小曲 而当你将鸡尾酒倒入杯中时 那一瞬间的期待感更是让人心跳加速 无论是在朋友聚会 还是独自享受悠闲的夜晚 这杯鸡尾酒都能为你带来无限的惊喜和愉悦 苹果和肉桂煎饼早餐的甜美时光 没有什么比一顿丰盛的早餐更能开始你的一天了 拉夫尼特吉尔的苹果和肉桂煎饼 以其平衡的清新与奢华口感 成为了我和丈夫早午餐的首选 我们甚至让正在断奶的宝宝也尝试了一些 看到他用小手抓着煎饼往嘴里捏 便知道这道食谱的魅力无人能挡 材料 340克苹果 建议使用一个加拉苹果和一个粉红女士苹果 25克普通面粉 15克金色砂糖 一小搓盐 四分之一茶匙肉桂粉 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 打散 55毫升牛奶 20毫升中性油 用于浅炸 150克希腊酸奶 20克枫糖浆 糖粉 用于撒粉 制作步骤 1.将苹果用大号擦菜器擦成丝 挤出多余的汁水 剩下约100克的苹果固体 2.在大碗中将苹果丝 面粉 糖 盐 肉桂 鸡蛋和牛奶混合 直到形成可摇起的稠度 盖上碗静置20分钟 3.在平底锅中中火加热 少量油 用汤匙舀一勺煎饼混合物放入热油中 每面煎90秒 直到金黄色 4.将煎好的煎饼转移到铺有厨房纸的盘子上 5.在碗中混合希腊酸奶和枫糖浆 制作枫糖酸奶 6.将煎饼撒上糖粉 趁热享用 旁边搭配一勺枫糖酸奶 当你咬下第一口煎饼 外脆内软 苹果的清新与肉桂的香气交织在一起 瞬间让你忘却所有的烦恼 这道食谱不仅适合家庭聚会 也非常适合与朋友分享 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份甜蜜的幸福 22.让烹饪变得轻松愉快 无论你是烹饪新手还是厨房老手 这22个厨房小技巧 将让你在厨房里的每一步都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这些技巧不仅能节省时间 还能提升你的烹饪效率 让你像专业厨师一样得心应手 草莓去地 使用细金属或可重复使用的塑料吸管 轻轻地从草莓的尖端推入 地就会轻松地从顶部弹出 快速而整齐地完成草莓的处理 磨砺厨房剪刀 只需将一片铝箔折叠四次 用剪刀的全长切割几次 这样就能平滑剪刀的粗糙边缘 显著改善剪刀的切割能力 去除香草叶子 用磨菜器的粗糙面 将小数的香草汁拉过 叶子就会轻松脱落 节省了挑选叶子的时间 餐具光亮 在有污渍的餐具上集些柠檬汁 再撒上一些小苏打 静置几分钟后冲洗 餐具就会闪闪发光 煮熟鸡蛋的剥壳技巧 将鸡蛋放入装有冷水的罐子中 盖紧盖子 用力摇晃30秒 蛋壳就会完整脱落 让鸡蛋保持光滑 冷冻马铃薯泥 用冷却架来去皮和压碎马铃薯 将煮熟或烤熟的马铃薯对半切开 强力压过冷却架的网格 皮会轻松脱落 防止红糖结块 在红糖包装里放一片软白面包 几个小时后 红糖就会恢复成柔软的颗粒 冷冻食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Salvatore Calabrese的辛辣五食 是一款以香草福特加味基础的鸡尾酒 融合了接骨木花糖浆 蜂蜜糖浆和新鲜清明汁 并以红色小辣椒增加辛辣层次 通过咬酒器将这些成分充分混合 再加入装饰用的整根红色小辣椒 这款鸡尾酒能带来甜美 酸爽和辛辣多重口感的享受 这款饮品的创意来自知名吊酒师 Salvatore Calabrese 他在伦敦的酒吧 Velvet中推出这款独特的鸡尾酒 每一口都能让你感受到香草的甜香 接骨木花的花香 以及辣椒的微辣 是聚会或独自享受夜晚的绝佳选择 拉夫尼特吉尔的苹果和肉桂煎饼 是一款结合了清新苹果和香甜肉桂的煎饼 这款煎饼既快速又简单 非常适合早午餐或家庭聚会 食谱中 苹果被擦成丝并挤出多余的汁水 与面粉、糖、盐、肉桂、鸡蛋和牛奶混合 静置后煎至金黄 搭配用希腊酸奶和枫糖浆制作的枫糖酸奶 这款煎饼每一口都带来外脆内软的口感 苹果的清新与肉桂的香气交织 让人回味无穷 这22个厨房小技巧包括从用吸管去除草莓的地 到用铝箔磨砺厨房剪刀等 能显著提升厨房工作的效率和便利性 例如用摩菜器去除香草叶子 用冷却架去皮和压碎马铃薯 以及用牙签创造锅盖和锅之间的间隙 来快速排水等方法 都能让日常厨房任务变得更加轻松 这些技巧不仅节省时间 还能提高烹饪成果和厨房清洁效率 让厨房成为一个更高效且愉快的场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好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Salvatore Calabrese的辛辣五十鸡尾酒 这款饮料不仅在口感上有着极致的层次感 还融合了香甜与辛辣的完美平衡 说实话 这杯鸡尾酒就像是一场味觉的嘉年华 每一口都让人心花怒放 你能想象吗 在一个浪漫的夜晚 你和伴侣手握一杯这样的饮料 灯光柔和 音乐悠扬 这简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啊 楚天书 你这是在卖饮料还是在写小说啊 哈哈 我承认这鸡尾酒看起来是很高级 但我们来现实一点好吗 辛辣五十鸡尾酒 这名字听起来 就像是要把你的舌头燃烧殆尽 再说了 要想在家里调制这款饮料 还得准备什么香草福特加 接骨木花糖浆 蜂蜜糖浆 这些东西可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的 搞不好调制出来的结果 还不如去酒吧点一杯来的划算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本周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先从Salvatore Calabrese的辛辣五十鸡尾酒开始说起 这款鸡尾酒有点像一场味觉的嘉年华 甜 酸 辣三味起飞 你只需要香草福特加 接骨木花糖浆 蜂蜜糖浆 新鲜清凝汁 当然还有少不了那点辣味 来自红色小辣椒 使用咬酒器把这些素材摇晃混合 然后过滤倒入冷却的鸡尾酒杯中 最后再用一根整根的小辣椒作为装饰 这款饮品不仅让你的味蕾跳舞 还能让你在派对上成为焦点 想象一下 你手捧这杯色彩缤纷的鸡尾酒 朋友们都凑过来想知道是什么神奇配方 咬酒器的碰撞声 倒酒的期待感 这些都让制作这款鸡尾酒变成一种享受 无论独自品味还是与朋友分享 辛辣五十都能带来无限惊喜和愉悦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拉夫尼特吉尔的苹果和肉桂煎饼 这道甜点不仅美味 还十分简单快速 将苹果擦成丝 挤出多余的汁水 然后与面粉、糖、盐、肉桂粉、鸡蛋和牛奶混合 静置20分钟 这段时间 你可以准备其他东西 如混合酸奶和枫糖浆作为搭配 煎饼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乐趣 将混合物咬入热油中间至金黄色 然后撒上糖粉 搭配一勺风糖酸奶 外脆内软的煎饼 带有苹果的清新和肉桂的香气 一口咬下去 让你瞬间忘却所有烦恼 这道食谱不仅适合家庭聚会 也非常适合与朋友分享 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份甜蜜的幸福 最后来看看这22个厨房小技巧 这些小技巧能让你的烹饪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有趣 首先用吸管去除草莓地 简单又高效 然后用铝箔磨砺厨房剪刀 虽不能完全修复 但能显著提升剪刀的切割能力 还有用摩菜器去除香草叶子 既省时又省力 想让餐具闪闪发光 只需挤一些柠檬汁 撒点小苏打 静置几分钟后冲洗即可 冷却架去皮和压碎马铃薯 摇晃罐子包煮熟的鸡蛋 在红糖包装内放一片软白面包防止结块 这些技巧都能解决厨房中的小烦恼 更有趣的是 用牙线切割酥皮 用汤匙手柄打开拉环罐头 用冷水罐子真空密封食物 这些小技巧既使用又让人会心一笑 尤其是那个小苏打保持冰箱清新的小技巧 简直是厨房中的小魔法 试试这些小技巧 让你的厨房生活变得更加高效和愉快吧 总结来说 本周的内容充满了美味和趣味 从鸡尾酒的制作到煎饼的美味 再到厨房小技巧的实用性 每一个角度都让我们的烹饪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快来动手试试吧 让你的生活也充满这些小惊喜和乐趣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说俩解釭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杨杨栋梦